HELLO 大家好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肌膚的防曬 防曬當然選擇物理型的防曬 Active Ingredients 記住是Active Ingredients 主要的成分是Sink Oxide 或是Tai-Chanium Dioxide 很重要 我們是用Protectual UVA 和 UVB 的防曬 主要是物理防曬 但選擇了Active Ingredients 之後 還有很多要選擇 就是提及皮膚的性質 以及什麼時候塗都很重要 我們作為例子 所以Alta MD 比較出名的防曬 因為它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防曬 就是適合不同類型的肌膚 以及不同需要時間的肌膚 所以有很多選擇給大家選擇 所以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年三六十日 要用死一支防曬 那就未必是 Alta MD Pro 它的防曬是怎樣選擇的呢 Alta 它比較出名的就是 UriClear這個防曬 它在美國L拿了獎 為什麼呢 它裡面加入了維他命B3 它有少許可以美白 以及控油的效果 它不是一個全物理防曬 所以譬如說有些女士 很喜歡擦面 我知道她們很喜歡很大力的塗 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塗到 成面擦膠水 這個譬如說 加入了一些化學型的防曬 就可以減少這個效果 除了UriClear 它還有出了兩支 譬如說是Uri Daily Uri Daily 也是加入了很好的防曬成分 就是透明質酸 如果你是屬於乾性肌膚 想在防曬方面 都加入透明質酸的話 這兩支都會是 又加入了透明質酸 可以加強保濕的程度 那它 這兩年都出了一支新的肌膚 這個是原色 就是沒有色來的 跟著這個 就是要加入了少少 Tinticolor 有少少肌膚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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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少少肌膚 做回 我想是一個調色的效果 你會看到有少少肌膚的顏色 就不是以前的白色 都是非常保濕 而且容易推開 不容易起擦膠碎的防曬 它們全部都是Medical grading的防曬 不用怕會入了血或者傷肌膚 另外 Elta MB 也有不同類型的防曬 是防曬的 例如這支 它是比較容易推開的 擦身或者是 Outdoor Activity的防曬 它就叫做 UV Sport 它也是半物理 和半化學的防曬 有些男士真的不懂得推 亂推的時候 UV Sport 就會比較適合它 但如果皮膚容易起疤 或者容易灼傷 或者你想要高度一點的防曬 就要選擇一些全物理 我手上這兩支是全物理防曬 這個是UV Physical 適合塗面 這支UV Puroc 也適合塗面和塗身 它們的Sync Ossat 和Titanic Ossat 會再高一點的 就是可以讓你 能力高一點的 很多時候我去出旅程 或者是Ulture Activity 我都會喜歡塗這支 真的看你的膚質和需要 有些人塗了這兩支 就會全面都塗膠水 或者是不會塗的時候 那些男士就會塗到整面都是白 塗塗的話 它們就會很不喜歡 它們都會選擇一些半物理 半化學的防曬 去塗的 那是不是越高濃度的防曬 的成分 Sync Ossat 會越好呢 那其實如果越高的話 其實是會越難推 還有泛白的情況 都會容易的 那就要想一下 你自己的平衡 究竟我要多容易推 或者是我要的Protection 多高呢 那還有塗防曬 要記住了 是要一個多兩個小時的時候 就要補防曬 那就是Protection 才會是可以 substing下去 那 那 不是的話 其實Sync Ossat 都會fade out 的 那不是我塗完 就算我塗到SPF100度 是不是不用補呢 不是 其實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要補這些防曬的了 這樣 那如果我們補防曬的時間 有什麼選擇呢 那譬如說 我們可以有些粉底狀的防曬呢 可以是補上去 那就不用說 那麽大支防曬出街 那這個防曬粉呢 也可以幫我們平時出街的時候 可以放在手袋補這個防曬的 之前也有介紹過冬天的防曬 那就是Hydro Peptides 這支防曬 那它是 冬天來說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 臉真的好乾 我需要多些再保濕的成份 我就會選了Hydro Peptides 所以 很多時間 我們是不同時間 或者不同皮膚的conditions的時候 我們會調節用不同的Skin Care 或者是防曬 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